这是基督耶稣新天地教会 教主李万希自称是圣经先知的化身 说他代表耶稣讲话 并说他可能长生不老 但是目前此人之所以世界闻名的原因是 许多人将韩国爆发新冠状病毒的责任 归咎于这个宗教团体 作为新天地的领导人 我仅向韩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歉意 尽管当局关闭了教会的主要办公室 但路人仍然对这个教会感到气愤 我认为新天地并没有使公众受益 事实上我认为这实际上对社会有害 我感到焦虑不安 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徒都去到这里 所以我在餐馆用餐时都没有了安全感 该组织位于韩国大秋市的教堂 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有害材料基地 一位61岁的妇女尽管发烧和嗓子疼 但仍到这里参加了两次教会活动 她拒绝了冠状病毒测试 等到她检测呈阳性时防范为时已晚 据信她已经感染了几十名教友 对于像金崇日这位曾经的教会成员来说 这不足为奇 她说即使生病也有参加教会的压力 基本上他们需要达到出勤标准 否则他们将被开除 这是新天地信徒最担心的 六年后金崇日于2004年离开新天地教会 他现在试图说服其他成员离开 他们将宗教教条强压于人 并对信徒洗脑 这里的信徒已经从精神上受到囚禁 新天地有时会在首尔的一个体育场 举行大型展览 但并非所有活动都是如此公开 一些骨干信徒说 由于害怕受到宗教迫害 他们不愿意透露教会成员的身份 这使得当局更难追踪该教会成员 进行冠状病毒测试 但是该组织在美国的一名海外分支成员坚称 新天地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 关于病毒现在已经广为人知 大多数感染病毒的人 尤其是在开始阶段 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 所以指责别人故意传染新冠病毒的说法 有些过分 这位新天地成员还否认在疫情爆发期间 教会敦促生病教友去教堂 但是他承认并非每个人都遵守了指令 教会鼓励成员尽最大努力为上帝服务 并在万事万物中首先寻求上帝 有些人可能有时候将其解释为 即使病了也要去教堂 有时一个致命的错误 可能会造成影响全球的后果 美国之音加洛韩国首尔报道 因为我们通常都准备进行